为在新北市淡水区新人里 在北石线道通往13林的电子后道路呢 因为过去有许多的大型卡车重压 不仅呢这个路面毁损连带地基也受到损坏 因此呢今年在新北市议员蔡景贤 跟陈伟杰的争取之下 将这条道路完成修复 让这里的居民能够安心的进出 在新北市淡水区新人里 北石线道通往13林的电子后道路 因为过去有许多的大型卡车重压 不仅是导致路面毁损 连带着路机也受到损坏 因此今年在新北市议员蔡景贤 及陈伟杰的争取帮助之下 将这条道路完成修复作业 让这里面的居民能够安心进出 这样的一个市府呢 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费 来这样子做一个改善 那也感谢蔡总召跟伟杰 我们一起来努力 也感谢公所同仁的一起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这条路呢 一点多公里正式完成了 也耗置一千多万 那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新人里店之后 实在您附近的这些 相信好朋友 终于有一条 这个平坦舒适的道路可以使用 当车来出立 像我们这条路来挂派去 我们这条路算是很久的历史了 来挂派之后 里面出立不方便 乘机车的里面也滚下来挂派 受伤 所以我们拜托就 公所 关心来跟我们赌三天 来跟我们修改 现在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坚固 里长说过去这条道路 是新人里的十三林 居民进出的重要道路 也是最快的一条通道 但由于道路经过水塘与波坎 加上长久以来的重车压过 路面与路基严重损坏 让居民通行安全受到影响 这一次驱公所也立即进行 重建路基工程 将路面重新整铺 包括了路基使用较稳固的混泥土 来保障安全 我们公所这边都一直在找经费 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当然谢谢蔡景贤议员 还有陈伟杰议员这边来帮忙 来找到经费 我们市政府的支持 我们整个一千多万的工程 我们这个挡土墙 本来是气实的挡土墙 那其实它结构性 是不那么安全的 那后来我们改成排庄的挡土墙 那这个也看到非常坚固 那整个的道路损坏的部分 有一公里多 那我们这边也整个 把它铺十公分的这个搏油 让整个这个区域 那这居民的出入能够更安全 驱长表示这一次工程 最重要的是路基改善 将原本下边坡老旧损坏的 气实挡土墙形式 以施工影响范围较小的 排庄式挡土墙来施作 考量工区上方为水池 而且用地为私人用地 在改善空间限制 及维持民众通行的条件之下 不适合采大规模的开挖 因此使用了连续式的 厂住混凝土排庄 总共有23只来稳固路基 完工后可大幅提升 维护民众的出入安全 也让居民有安全的回家道路 记者是端一蛋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